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吃饭了 吃饭了 早饭来了 来 吃饭吧 大家吃点东西歇一会儿再弄 来 谢谢 小心 大家别客气 自己拿 谢谢 赞叔 早饭拿来了 您吃两口吧 吃饭还休息 干了大半辈子 居然被一种蓝色难住了 困住了 老大 老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样 这两天忙什么呢 下午听事集的人说 你三叔遇到一点麻烦 你三叔遇到一点麻烦 老大 这小地方还真是没有秘密 还好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论论朋友 你到底哪儿来的 到处都是朋友啊 你跟陌生人之间的间合 不超过六个人 把各种理论拥有到实践中 你是第一人 关键是在于实践嘛 不管你有多少朋友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客户不满意 飞气球都没用啊 而且 任何有可能会影响 疾风在行业里的口碑的事情 都不能做 想都不能想 那要不你自己去理解 客户需要的是什么 喝一杯 来一聊 小满 你这个酒量可以啊 是不是跟着科研的时候都是你在喝呀 没有 之前我们一起出去都是他在喝 是吗 对了 你那边办得怎么样 框架都已经搭得差不多了 最晚三天 什么呀 我把你之前带我去过的一些地方 结合一些网友提供的一些热点攻略 打造成了一个线上产品 这就当作是我送给玉瑶室的一个见面礼 嗯 可以呀 老大 进展神速 刘尚他们现在还在寄建 没有这么快结束 船大不好掉头 短时间之内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作为 刚好这段时间我们这艘小船 可以向市场还有马老释放信号 嗯 报道最晚周一见新闻 到时候担心的那就是他们喽 那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不是吗 是 小满啊 嗯 我们现在前途一片大好 你要不要加入啊 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吗 这个你得问柯妍 她是你老大 柯妍 暂时没有 好吧 你家里现在应该挺需要你的 好好照顾你家里 我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能为家里做点什么 我记得你好像会烧辞啊 要不你试着打个样 跟两边沟通看看 我啊 我那个水平 连玩票的都不算 我还是算了吧 那就算失败了 对你也没有任何影响啊 你在纠结什么 但如果成功的话 这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吗 这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吗 你再想想 去个洗补间 我也上个卫生间啊 服务员 再来三瓶啤酒 我都跟你说了 你再去找他们谈谈 多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我带着老赵一定把他们要的颜色调出来 这单子都签了 东西一定要负责到底 你那些什么外包的念头 想都不要想 两个月 老陈啊 两个月 你知不知道人家合同上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多一天我们都是要赔钱的 你说两个月 好啊 到时候两个月你再做不出来怎么办 我们再继续赔钱嘛 这是多大的一笔单子 你知不知道 搞不好把我们两个月 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公司都要赔进去的 该赔就赔 我们又继续 绝对不能砸了季风的招牌 那就算失败了对你也没有任何影响 但如果成功的话 这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吗 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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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饭做好了 你先吃啊 我先不够吃了 你们先吃吧 每天都不抬头看见 漫天的繁星 我红着眼睛 放门了就不结束了 一点梦境 放空自己 安静着记录 疲累 还要多久才能 过去 不停一问这想要的 什么值得 那束缸 温暖着我 指引着我 不停追寻 不停追寻 我 不停追寻 我 不停追寻 今天是和小满一起试制天色的第三天 小满在我的诱灰里加了小白花 她说想让烧出来的瓷 有这种香香的味道